咽水一身体也自后退 看见方寒呼吸之间就恢复了法力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 盯住方寒的眉心 似乎要看出什么东西来似的 不过 他又怎么看得出来 是世界之树幼苗 连疑心长老都看不出来 要我的世界之树 方寒心中一领 随后哈哈大笑了三声 你还真够贪心的 不过 只要你和我双修 让我用黑地水黄泉 汲取你体内的水神园灵 壮大我的五地大魔神通 我这件宝贝 也可以和你分享 世界之树幼苗 是他全身上下最重要的瑰宝 就算舍弃黄泉图 都不能舍弃这东西 如果现在舍弃了 那他和人动手 催动金丹 不出两三个回合 就会法力耗尽 当然 他的金丹力量 一般人接不下来 不过 如果遇到长生秘境高手 或者有上品盗器的存在 那没有足够的持久战力 肯定会被打死 和华天都交手 更是会一败涂地 不过 这也是他境界不够 如果他也修炼到了 神通石众逆天改命的层次 那石海会进一步扩大 到时候 法力处运的更多 那不用世界之术 也能够支撑很久了 你不愿意 我就亲自来取了 烟水一摇摇头 又是一掌轻飘飘地拍来 顿时 烟云大起 四外茫茫 天地苍苍 烟水一一掌拍来 烟云骤起 大物弥漫 完全失去了他的踪影 方寒神念一扫 居然无法穿透浓雾 锁定对方的形体 不由地吃了一惊 五帝华盖 万邪不欺 在这瞬息之间 他就把五帝大魔神通 凝聚成一尊华盖 悬浮在自己头顶 果然 在他刚刚防护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大力 从背后传达过来 毫无征兆地轰击在自己身上 当 这股大力 震得五帝华盖一阵动摇 不停地旋转 但却没有震破防护 方寒的五帝大魔神通 本来就厉害得不可思议 在蜕变成金丹的时候 更是又进了一步 如果他能够再进一步 度过烽火大劫 五行钢器被烽火大劫淬炼 那就是真正的厉害了 就算是仁皇笔 都恐怕要上百笔 才能够划破他 把他击杀 现在 仁皇笔只要几十笔 而在炼成金丹之前 仁皇笔只要四笔 就可以把方寒置于死地 五帝大魔神通 不愧是魔道最高神通 我居然连沧海神珠都奈何不了你 看来得动用自己的本命天地法香 天灾元神了 烟水一从大雾之中走出来 云中漫步 走到哪里 哪里的大雾烟云 都为他变化成了一条云路 而云路两边 不停地有云龙 云虎 云中仙子 对他朝拜 他就是高高在九天之上 无尽天外天的至尊神灵 此时 沧海神珠已经消失不见 似乎被他收回了体内 又似乎是被他隐藏起来 偷袭方寒 他在说话之间 头顶上冲出了一团乌云 乌云之中 有狂雷闪电 有火山喷发 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气息 比起刚刚的平和淡然 完全不同 末日天灾 方寒震惊道 他见过这门神通 是在五行之地 太一门十二大金丹小巨头 联手催动的最高神通 完完全全 可以和五帝大魔神通媲美的 末日天灾 现在 烟水一单独一个人 居然都施展出来了 这简直是害人听闻 这得有多大的法律 多大的境界 而且 此女施展的末日天灾 比起太一门十二金丹小巨头 联手施展的 要精妙得多 毁灭性的力量 也大得多 此女的天地法香 就叫做天灾元神 是一团天灾 天灾不可敌 末日天灾 这种神通的修炼程度 可以说 丝毫不会比五帝大魔神通容易 需要把大日火灾 黑日风灾 地难 人难 魔神难 三昧难 本性难 业障难 心意难 魂魄难 等等无上级神通 合二为一 然后用自身定力 降伏灾难 融会一体 其困难程度 比起方寒降伏鬼帝元神中的魔头 要艰难十倍百倍 历年来 炼成末日天灾的人 撑开一个巴掌鼠不满 这种神通 可不是光有资源 才能够炼成的 而需要心意运转 极其高明的智慧 毅力 静坐死官 修行千年 不过一旦修成 领悟天地灾难 修成长生秘境之后 可谓是万劫不魔 诸多结束 都不能加持其身 眼水一飞出了 自己的天地法香 天灾元神凝聚成了一团结云 也不是什么形体 就是一照下来 立刻就把方寒包裹 顿时其中传达出来了火山喷发 大地撕裂 海枯石烂 种种巨大的声音 方寒只觉得眼前一黑 居然没有来得及飞出去 这一被照住 周围撕裂性的毁灭力量 一波一波 竟然把自己束缚得动弹不得 好像被琥珀冻结住了的苍蝇 此女 居然在够把我困住 末日天灾 果然厉害 她是真正得到了其中的精髓 不过凭借这一门无上神通就杀死我 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给老子破 方寒被困在其中 连番挣扎 都没有一点用处 四面距离震荡 虚空不断地崩塌 刹那之间 又是魔神 风 火 水等等灾难 接踵而来 虽然伤害不了她 但是她如何能够忍受得了这种困难 顿时心中微怒 把力量向内一缩 本来高大的身体 一下变得只有一两尺来高 好像一个婴儿 而她的本命金丹 竟然也缩小 变成了芝麻大小 这一下 是她浑身解数 现在她也懒得和此女啰嗦 干脆来个鱼死网破 用暴力打出一个尸山血海来 天灾原神都毁灭不了她 此人实在是恐怖 就在方寒震惊淹水益居然 修成末日天灾 把自己困住的同时 淹水益也在震惊方寒 此人的抗击打能力 这末日天灾 恐怖的无法无天 自从淹水一炼成之后 一般的神通石虫 只要一罩而下 对方的什么法宝 都要震得粉碎 肉身成为鸡粉 天地法相重伤 仓皇逃走 一招可以爆掉 同一级别的高手 但是现在 把方寒困在其中 对方除了行动 有些受阻之外 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天灾之力 打在她头顶上的 金丹光滑上面 硬是侵蚀不进去 对方连鲜血都没有喷一口 还是生龙活虎 连伤都没有受 此人多恐怖 此时此刻 她也知道了 九十种神通金丹的大恐怖 就在她在要运转法力的时候 突然中间一空 就看见方寒缩小 本来硕大的金丹 也变成了一个 芝麻大的小点 不由地按叫了一声不好 连忙把天灾元神 向外一收 碰 方寒的金丹 在浓缩成了一个 芝麻小点后 刹那之间 千百倍的膨胀 顿时朔火流金 如同烈日在天上爆炸 层层叠叠的空间 都动摇起来 方寒千百里的九天钢峰层 似乎都窒息了一下 钢峰停止运转 一颗足足有房屋大小的金丹 悬挂在虚空 条条神通 四面爆射 切割 吞噬 而淹水溢的天灾元神 直接被镇破 飞出了数百里开外 这才凝聚起来 化成了一团结云 重新进入自己的身体之中 天灾不足聚 地难不足位 人难不足序 你就算练成了三灾九难 但我万劫不魔 方寒镇破元神 脱身出来 并不停留 携带金丹威士 一步踏出 黄泉土抖来 奈河之桥 直接架设在了他和淹水溢之间 一拳打出 这一拳 把四面八方 所有的元气 钢峰都吸纳进去 而且是无限吸纳 拉扯 扭曲 不知道有多少股气流 成为混乱之势 淹水溢身体连连变幻 只一个闪烁 就到了百里之外 但是他刚刚回头 还是看到了奈河之桥 就架设在他的身后 方寒从桥上一掠而下 如天神下凡 苍蝇扑吐 此桥 居然有这种神通 咫尺天涯 把我气息锁定 淹水一眼睛眯起 也不再飞略 沧海神珠从眉心中飞了出来 化为一尊拳印 变换了千百个手势 最后化成一个 好像聚集了世界之上 所有皇者霸气的法印 向方寒劈去 这个法印 正是当初 太皇天 在星空之中 和远古摩尊交手时候 所用的手印 奥妙无穷 威力惊天动地 方寒这一拳 来势汹汹 淹水一致一手印 蕴含震撼环宇的绝学 两者没有任何犹豫地 在天上碰撞一起 嗡 方寒只感觉到 自己脑袋被大锤敲了百万下 法力激乱 金丹光滑都暗淡下来 而沧海神珠 则是直接被震回了淹水一的体内 此女受到巨大的震荡之力 身体倒飞 脸色微微地苍白了一下 似乎是受到了一点轻伤 一拼之间 两两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就在方寒法力激乱 金光暗淡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更高的天空之上 一处隐秘地点 一道必杀的剑气 勃然爆发 朝着方寒冲击而来 这道剑光 丝毫不亚于华天都的盘武神剑 竟然是偷袭 暗杀 在剑光后面 方寒电光石火地 看见到了一个身穿轻衣的女子身影 诡秘莫测 长生后不绑 第一 范清颖 四十大道 第一道 方寒在这危急关头 豁然明白 刺杀自己的人是谁 海外修世界四十大道 第一的大道 七天道 神秘无比 法力更是高强 早就传闻 此道要修炼到长生秘境 然后开辟出一个仙道门派 而且 方寒更是从羽化门内部的秘密消息得知 此道背后 恐怕有神族支持 不过 这七天道叫做什么名字 谁都不知道 但是 凭借直觉 方寒心中灵光一闪 就知道 长生后不绑 上排名第一的神秘女子范清颖 就应该是传说中的第一大道 因为这榜单排名前十的人 都各自有门派出去 唯独这第一的门派出声不详 不是四十大道第一 又是谁 并且 方寒也和四十大道有仇 直接杀了排名第三的次月道灭心道 甚至炼化了他们的金丹 这样排名第一的七天道 不来杀他才见鬼了 而且 他现在修成了九十种神通的本命金丹 世界之术滚滚仙界元气之称 挥手之间就跋山裂地 神通广大的无法形容 等闲人来杀他 他挥挥手 就可以把敌人镇压成秘粉 长生后补榜上排名前十的厉害角色 才能够给他致命一击 吃 剑破长空 这一剑的刺杀 乘着他和烟水一硬拼一击 法力散乱 运转不灵 突然出手 雄鹰一击 直指他的软肋 开始无声无息 但是锁定住方寒之后 立刻锋芒四射 天地之间荡漾滚滚杀气 一剑简直可以诸神 但是 就在这一剑刺杀下来的时候 方寒已经来不及抵挡 阿鼻之门后面 却伸出了一只巨大的龙爪 这只龙爪 足足房屋大小 散发出极其强横的纯阳之气 鳞片更是猙獰 五指如柱 指甲锋利 一下就抵挡在剑光面前 正是炎 自从炎吸收了天龙海谷之后 就凝聚成了真身 法力强横 肉身坚硬 天龙海谷更被九天刚封 赤地火黄气凝炼过后 所有的杂志 全部被锻造而去 血液之王都斩杀不动 现在方寒遭遇危险 他立刻就出来护主 他这一龙爪探出抓捕 却是一门魔道神通 大搜魂爪 一爪之间 到处都是魔门的汉神魔鹰 其中夹杂着无数生龙鹰 震撼天地 四面的气流首先是扭曲 然后塌陷 然后又膨胀 以言现在的实力 炼化太古天龙海谷之后 打开奈何之桥 黄泉图虽然不能和长生秘境的 万古巨头抗衡 也足可以媲美任何神通石虫的高手 如果他的实力再进一步 打开黄泉图之中 最为神秘 最为恐怖 最为高深莫测的轮回之盘大阵 那就真正可以镇压万古巨头 抗衡人皇比天皇镜这些宝贝 龙爪 剑影 在空中碰撞 立刻之间 光影纷飞 炎的爪子一缩一掌 指甲变换了许多次手印 防止锋利的剑气 切割掉自己的爪子 而飞刺而来的剑光 稍微一晃动 立刻剑气纵横 条条青影刺杀在了炎的身上 炎身体一抖 双眼睁开 不可置信地看见 自己身体上的鳞片 一块块地被剑气挑飞 几乎是显现出了骨头 大雷鹰剑术 炎似乎是认识清楚了这门剑术 身体一抖 阿鼻之门 奈何之桥两座大阵在他手中 施展的出神入化 比起方寒 不知道高明了多少 毕竟他才是黄泉图的主宰 古朴的石桥 沾染了神魔之血的石桥 在空中南北横贯 也如一条龙般的乱斗 随后 在石桥的两旁 一个又一个的阿鼻之门被打开 滔天魔气滚滚而出 把百世里的天空全部覆盖住 而炎就隐藏在其中 真的是神龙剑 手不见尾 瞬息之间 炎就把黄泉图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和刺杀方寒的 剑影青光斗在了一起 这团刺杀方寒的剑影青光 却也不说话 忽然一收 化为了一条青色的女修士影子 脑后一圈青光 面容模糊不清 但是身上散发出了 阵阵令的虚空都破碎的力量 它掌中一口宝剑 突然一抖 巴大 突然之间 四面虚空裂开 涌出了无数颗陡大的雷光 这雷光 不是天上的雷霆闪电 而是一种混沌的气息 里面隐隐约约地传达出来了霹雳震荡 好像一个世界在其中孕育 大混沌雷法 沿身体一抖 大吃一惊 正要远顿 但是迟了 无数陡大雷光炸开 天地之间 似乎变成了一种混沌的颜色 强大的阿鼻魔器 也全部都被炸开 奈何之桥被炸得四面震荡 好像暴风雨中的小船 炎身上的龙铃纷飞 背后被炸开了许多血肉 显现出了森森白骨 要不是他的骨骼 乃是太古天龙 几乎相当于不死之身 此时骨骼也被炸断了 所 炎知道 自己不是此女的对手 这传说中的大混沌雷法 乃是雷中至尊 万雷之源 威力和末日天灾五帝大魔神通 并驾齐驱 自己还没有修炼到不死之身 硬挨一计 身体破碎 又不知道要汲取多少纯阳之气 才能够恢复得过来 他身体一缩 无论是阿鼻之门 奈何之桥 都消失不见 空中只剩下一卷图画 那就黄泉图的本体 无论多少神雷炸在黄泉图上 都没有任何用处 这张图画的本质 乃是绝品盗器 不是那么容易毁灭的存在 言退缩了 不过他这一番施展 却是为方寒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今天恐怕难以善终了 一个淹水衣 我收拾不下来 居然还来了一个范青眼 两人围杀我 我通天手段 都难以为继 此时还是走比较妙 此时方寒终于镇压住了混乱的气血 翻腾的法力 缓过一口气来 把手一伸 抓住了空中的黄泉图 头顶上的金丹照耀四方 顿时周围狂涌过来的大混沌雷法 全部都在金丹光华照射之下瓦解 无影无踪 想不到 长生后补榜上 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存在 都来杀我一个金丹高手 把我当成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你们两人杀我 胜之不武 丹对丹 我乐意奉陪 不过今天 我要赶去给玲珑仙尊祝寿 树不奉陪了 方寒哈哈大笑 大秀一甩 身体如神龙一般升腾而起 几个起落 瞬间一动 就杀出重围 要脱困而出 他虽然厉害 但是面对两大高手围杀 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恐怕都要遭到不测 况且是自己 在绝对失败的下场面前 方寒不会有丝毫的逞强 说走就走 虽然不是两人的对手 但逃跑总可以的吧 以方寒现在的修为 想要逃跑 保存自己的姓名 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的确都难以杀死他 而且此时 方寒逃跑 没有一点点的心理阴影 两个人杀自己一个人 不跑难道还等死 想跑 烟水一似乎是早有准备 在严和范清盈闪电般交手的时候 一面运弓调膝 一面把手挥 一件手帕式的法宝飞了出来 化为漫天烟云 笼罩四方 这是一件绝品宝器 叫做万里烟云杖 就在方寒想跑的时候 那万里烟云杖陡然发动 滚滚白云 组成云墙 居然把方寒给阻拦住 给我练 方寒毫不犹豫 双手一抓 直接撕裂了滚滚云墙 势如破竹 那万里烟云杖 立刻就又化为了一张手帕 但是中间破碎 这件绝品宝器已经破烂不堪 方寒竟然在挥手之间 毁灭了这件绝品宝器 现在 他的力量 甚至可以让下品盗器都受伤 像五欲网顶那样的宝器 可以一拳打得爆炸 万里烟云杖一被毁去 烟水亦没有半点的心痛 似乎就是舍弃一件法宝 阻挡方寒瞬息之间 争取到机会 不让他逃跑 so 果然 在方寒挥手毁灭万里烟云杖的时候 停顿了一下 烟水亦何等高手 直接就抓到了破绽 沧海神珠之中 微微一旋转 突然爆发出了足足数万道剑气 这些剑气 都是一口口的成型宝剑 每一口宝剑 都如一红秋水 一抹凝霜 冰冷无比 好像是一种神奇的水晶炼制而成 方寒一看 就知道 这每一口 都是极其强大的宝贝 水之精华炼成 数万口 不知道祭炼了多长时间 在剑飞出来的一刹那 沧海神珠之中 更是飞出了一座阵图 上面无数个手持宝剑的女仙影子 每个女仙 面目不一 都如灵波仙子 数万口宝剑 一下落入了阵图之中 那些灵波仙子掌中的剑 都生动起来 一下散开 顿时就把方寒围困在中间 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剑阵 灵波 万仙宿女 剑阵 那数万口宝剑 每一口都是万年寒铁精英 加上万重柔水精 运用九天刚风 玄冰真水苦苦锻炼而成 淹水一世 没有可能一下炼制成万口宝剑的 就算是万古巨头 也要花费上千年的时间 这是水神遗留 刷 方寒就被困入了这座剑阵之中 顿时四外茫茫 白色云雾之中 无数手持素女剑的女仙出现 向她发出的强大剑气 而淹水一 身体一动 也进入了灵波万仙素女 剑阵之中 至于刺杀方寒的范清颖 一直不说话 身体一动 清光融化 也进入了剑阵之中 似乎是要配合击杀方寒 一个女仙 手持素女剑向方寒突然进行刺杀 力量几乎是堪比神通秘境第五重 天人境的高手 凝结了五行元气 炼成大阵的存在 方寒手指一弹 这个女仙就被一股浩瀚的力量 震成了一团积粉 弹指之间顺杀神通五重的高手 方寒的确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 这个女仙在化成积粉之后 那素女剑突然震荡起来 连带剑阵之中的所有素女剑 都一起震荡 立刻 方寒就感觉到 自己弹指所用的毁灭性力量 被一所有的宝剑平分了 所以 这口宝剑承受的力量非常之小 居然嗖的一声 进入阵途之中 素女剑朔 就在这时 茫茫云雾之中 成千上万的女仙幻影飞了出来 都手持素女剑 催动剑气 向方寒进行攻击 顿时飞剑如雨 如冰雹 剑气奔涌 一座如山的剑灵 一座剑的世界 完全笼罩住方寒 庞大的剑气 比孟少白的无声杀盗 四皇子一亲王的无形剑阵 都要厉害得多 当然 淹水一是何等人物 太义门第一真传弟子 水神元凌转世 和孟少白 一亲王争斗的话 一招之间 就可以彻底镇压住他们 一旦淹水一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成为万古巨头 身份就是太义门的副长教 太义门的真传弟子 规定就是这样 于化门的规定 也是这样 真传弟子 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成为万古巨头 就是副长教 并不是长老 只等长教至尊退隐 就可以登上大位 华天都打的如意算盘 就是这样 剑山 剑海 剑陵 剑巢 没有任何词语可以形容 此时方寒遭遇到的 飞剑数目之多 他在这一刻 几乎是有一种 面对几座危阵仙魔两道 诸天万界的 微尘剑阵日月剑阵 通天剑阵的感觉 立刻之间 方寒毫不犹豫 把自己的金丹悬浮在头顶 核心深处的五地滑盖打开 百携不清 万法不破 随后 他双手连抓 一个又一个的漆黑空洞 在周深出现 正是大吞噬术 想要把这些飞剑 全部吞噬 然后用白地金黄 斩黑地水黄泉炼化 这些宿女剑 乃是寒铁 水柔精炼制 戒精生水 精水激荡 如果全部吞噬 他的黑地水黄泉 白地金黄斩 又要大大进步一次 当然 最为理想的 是把沧海神猪给吞了 那么好处不亚于得到了 世界之术灵器的 青帝木皇宫 剑山 剑海 剑巢 剑陵 海量的剑气 遇到了方寒的大吞噬术 立刻就被吞噬了进去 卷入黑洞之中 方寒一喜 正要将其炼化 这座巨大的剑阵 立刻开始运转起来 天地反复 空间颠倒 所有被吞噬的飞剑 剑气一阵 冥冥之中 传达一股大力加持到他们身上 同时一阵 居然挣脱了 大吞噬术的压迫 飞了出去 重新组成剑阵 再次向方寒刺杀 成千上万的飞剑 宿女仙子刺杀在方寒的五地滑盖之上 把这顶滑盖打得不断地旋转 火星爆发 此阵阵图中央 居然是沧海神珠在镇压 难怪我吞噬了不了这些飞剑 方寒双眼闪烁 顿时就看见到了阵图中央 沧海神珠之中 淹水衣的身影 在不停地转动 打出一个又一个的硬绝 而在阵图隐秘身处 一道轻影游走着 似乎是范轻影 突然飞出 一箭击杀在自己的五地滑盖之上 不 这一箭上面传达出了大混沌雷法 直接把方寒的五地滑盖 击得停止运转 上面产生了裂痕 什么 方寒大吃一惊 五地滑盖居然被击裂 这简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五地大魔神 号令群魔 镇压五行十方 锁想无敌 炼成之后 方寒就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 倚仗这门神通 杀神斩魔 现在居然被人一箭击裂 虽然没有彻底破绝 但这也危险至极 八步浮屠 情急之下 方寒寄出了自己新炼制的法宝 八步浮屠 一尊宝塔 八种法宝 五行之地的灵符 在上面旋转不休 只一下 就到达了范清颖的头顶 镇压下来 不 这座八步浮屠 虽然不是盗器 但力量大的出奇 一下镇压 居然把范清颖化身的清光镇压住 而五行之地 灵符闪烁不停 刹那之间 方寒就感觉到了灵符之中 沟通了五行之地 在他的灵石脑海之中 五行之地的那颗星球 不停地转动着 磅礴的五行之力 从灵符上传达出来 竟然把他的五地 滑盖修补 五行之地的灵符 居然有如此妙用 看来我以后得日日 用大普渡禅光祭炼 方寒心中大喜 他知道 五行之地灵符 肯定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宝贝 只是自己不会佛门功法 一直不会祭炼 发挥不出威力 现在得到了大普渡禅光的修炼之法 已经开发出了 这道灵符的种种神通 范清颖一下被震住 顿时身形窒息了一下 显现出真实的形体来 是一个身穿轻衣的女子 脑后有青色光圈 脸色清纯 似乎世间最为纯洁的存在 但唯一破坏形象的是 她的双眼空空洞洞 没有眼珠 似乎是个瞎子 而且她沉默不言 似乎是个哑巴 她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是个笼子 纯洁的轻衣女子 瞎掉的双眼 哑巴 笼子 看不到任何景色 说不出任何话语 听不到任何声音 天生了她一副清纯无比的面孔 但却没有给她看世界 说话 听声音的全力 方寒甚至能够感觉得到 此女内心深处的孤寂 如死海不波 永远都是一种清淡的样子 让人心里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既同情此女的遭遇 却又对此女产生一股尊敬 而方寒则是心里恐怖 此女无眼 耳聋 生涯居然都修炼到了这种地步 就要突破长生秘境 那该如何的强大 此女的心智 是如何的坚定 难怪 此女的外号叫做弃天道 遭到了天气 一股悲愤 怨气成就无上修为 看到这个瞎女 方寒感觉到 自己就算是单独和此女单挑 也未必能够战胜此女 夺取到神通秘境第一的位置 被八部浮屠一下镇压住 清纯无比 双眼全瞎的范清盈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掌中一口宝剑向上一次 顿时无穷的大混沌雷法 把这座塔阵的四面旋转 只一下 就正开了这座宝塔 身形变幻 剑尖直指 方寒周身无数学窍 王女范清盈这一剑刺杀 方寒就感觉到 自己就算是肉身强大 如果被一下刺中 也得解体 此女掌中的一口宝剑 丝毫不亚于华天都的盘武神剑 也不知道是什么盗气 大混沌雷 就是此剑上爆发出来的 居然可以击破五地华盖 这两个变态女 追着我杀 莫非真要借助五行之地的灵符 传动到五行之地去 方寒身体穿梭 打出足足十万拳 和范清盈的剑光碰撞在一起 总算阻止住了此女的剑光 破杀之力 似乎是察觉了方寒的心意 烟水一突然飞出了一道灵符 突然燃烧起来 顿时一股股茫茫的空间之力 笼罩在剑阵之中 方寒立刻就感觉到 四周空间被封锁 和五行之地的感应 居然被暂时割断 此乃桓语符 乃是太皇天大人炼制的 足够阻隔 你的五行之地灵符半个时辰 使得你无法遁兴 你别以为 有远古魔尊守护你 你只不过他的一粒棋子 现在我们太义门 就要夺取五行之地 击杀远古魔尊 我依旧是一句原话 只要你交出我们太义门弟子的金丹 我可以让你全身而退 烟水一说话之间 是要放过方寒的意思 但下手却更为狠辣 一下燃烧掉桓语符之后 把手一弹 一道碧绿的剑光 飞入了剑光之中 正是碧血揉水剑 下品倒气 居然也融入了剑阵之中 顿时整个剑阵威力暴涨 方寒这下 真的失去了逃走的一切资格 五行之地的灵符都被封锁 这显然是有人针对自己 自己在老谋山算 又怎么算计得过太皇天 想不到 这种至高无上的人物 都算计自己 也太看得起他 这个小人物了 的确 在太皇天这种人眼中 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都算不了什么 也许只有玲珑先尊 黄泉大帝这种凶猛人物 才能够入得他的法眼 甚至 风白雨 新主 太皇天都未必真正重视 王女范青影剑间再次一挑 和烟水一加攻方寒 大混沌雷法 凝缩成了千百混沌小球 威力更大 一道道地 炸在了方寒护身金丹之上 五帝华盖被炸得光滑暗淡 两大高手的加攻 方寒也奈何不得 只能把金丹浓缩 威力凝炼 同时把黄泉图磨刀雪苍穹 八部浮屠宝塔全部击起 护住全身 争取挨过半个时辰 再行顿走 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高手 连手杀自己 能够自保就不错了 这两个女子 凭借手中的盗气 甚至可以击杀长生 秘境第一重的万古巨头 如天行长老陷入了两人的宝贝 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方寒能够支持不死不伤 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 两女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方寒金丹光芒越发地暗淡下去 看来 必须要拼命了 否则今天难逃独守 两个变态女人 来日我修为更进一步 定然要把你们都擒拿下来 统统降服 炼制成法宝 永世不得超生 方寒苦苦支撑 有好几次都法力涣散 要不是世界之术支撑着 早就被打得金丹破裂 遭遇不测了 她的金丹虽然强大 拥有九十种神通 但猛虎招架不住群狼 更何况 两女每一个 都是和她平起平坐的存在 尤其是那盲女范清颖 实力还在她之上 掌中一口无名宝剑 随手一挥 就是爆发出 无穷无尽的大混沌雷法 这种攻击实在是恐怖 不亚于末日天灾 可以把一切物质 都炸成混沌元气 五帝大魔神通的五帝华盖 都艰难支撑 而烟水 亦则是运用宿女万仙剑阵 困住她 沧海神珠镇压在阵图中央 使得她怎么都无法 炸破大阵走出去 环宇浮燃烧的力量 更是禁锢住了 五行灵符顿走的可能 更为厉害的是 烟水一孩 时不时飞出自己的 本命法向天灾元神 直接压迫而下 末日天灾的力量 让得方寒生不如死 天灾元神沧海神珠配合起来 本命元神和第二元神 相互交替使用 一波一波 永不停歇 就如海浪冲击礁石 总有一天 礁石都会被击得粉碎 不 又是一道大混沌雷法击杀 在方寒的头顶上 五地滑盖震动 范青银掌中一口剑 挥洒出千万剑影 硬挑住八部浮屠这顶宝塔 锋利的剑气 渗透进了宝塔之中 分别击杀巷里面的八剑法宝 同时 剑尖上产生一股拉扯吸食之力 似乎是要这座宝塔收入囊中 此女已经看出来了 这座宝塔十分神妙 但却还不是道气 没有产生猿灵 里面的那尊雪佛 也没有凝聚成形 如果攻破了里面的禁制 就可以夺取下来 收入囊中 方寒看到这样的情景 大吃一惊 顾不得自己的金丹受到攻击 魔刀血苍穹在指尖旋转 化为了千万血色刀芒 交织成刀芒 硬生生地碰撞 盲女范青银的剑气 免得对方的剑气 真的把八部浮屠这件宝贝 破坏夺走 血色刀芒 混沌剑气一个碰撞 立刻所有的刀芒 都被剑气瓦解 血液之王浑身一震 差点被直接震散 好厉害的剑气 你现在还是下品盗气 而且是炼制而成才一年多 根本没有办法和这种盗气抗衡 也不知道此女掌中的一口宝剑 是什么来头 居然能够发出大混沌神雷 现在只能把你的血能 和八部浮屠合二为一了 借助你的力量 使得这八部浮屠蜕变 你就是八部浮屠 八部浮屠就是你 范青银的剑气 破开血色刀芒 方寒立刻节节败退 但是在他败退的瞬间 他突然一直点在了魔刀血苍穹上面 顿时这口魔刀 化为了千百个血色浮 进入了八部浮屠最顶层 那尊血色大佛身体之中 方寒想也不想 血液之王 今天你立地成佛 成为纳摩普渡血光佛 血液之王化身的千百个血色浮屹 进入血色大佛身体之中 轰隆 这尊大佛立刻就凝聚成形体 身体膨胀 血光浮光相互照耀 神圣之中显现出鬼秘 大佛的脸也显现出了血液之王的模样 当然 血液之王的模样 就是方寒的模样 这是方寒利用血液之王的力量 吞噬了里面的血色大佛 使得血苍穹和八部浮屠 融而为一 威力大增 本来 血龙金山峰 是用来增强血苍穹威力的 但是方寒修成金丹之后 想祭练八部浮屠这天龙至宝 又阴差阳错 把五行之地扶附了上去 蜕变出一件 谁也不明白是什么的法宝 对于这件法宝 它也没有什么把握 到底受不受自己的掌控 本来不愿意在上面花更多的时间 万一自己辛辛苦苦祭练出了一点成果 宝贝突然飞走 那简直是想死 但今天实在是太危险 它也顾不得许多 只能把血液之王和血佛合二为一 企图增强力量 冲出重围 嗡 血色大佛和血液之王融合 强大的血能相互流转 里面的五行之地灵符都闪烁起来 顿时之间 八部浮屠这件法宝上面 出现了一尊血光大佛 这大佛的身体上 披上了一件袈裟 袈裟是由五行之地 灵符光滑凝聚而成的 上面妈那八咪树 崩个经纹不停地流动 端坐在浮屠顶端 把手一抓 就是血光佛光大手 向下捕捞 只一下 就射拿住了范清颖的身体 把它爆发出来的大混沌雷法 打得一致 好机会 方寒难得遇到这样的机会 张开大口 自己的法力和仙界元气 疯狂喷尸而出 都注入到了自己的金丹上面 金丹再次浓缩 光滑璀璨 猛的一阵 千百倍的缩小 随后膨胀 直接就把淹水一的天灾 元神炸散 随后大吞噬树满场横扫 奈何之桥 阿鼻之门打开 如熔蛇乱舞 冲击开层层剑阵的包裹 到达大阵边缘 就要出去 但是 刚刚到达大阵边缘 他就看到了大阵之外 居然是许多肉色的圆柱 耸立在四周 把虚空都封锁住 别说顿出去了 就算是强行打出去 都困难 这就是太皇天 大还与福的力量 连五行之地灵符都被封锁住 更别说是他了 这次惨了 方寒一看 心中就知道要糟糕 这是自己生平最大的一节 方寒 你跑不了的 除非你能够支持的半个时辰 还与福的力量会消散 那个时候 你闯出去 倒也不是很困难 可惜现在 你支持不了半个时辰 你的那件法宝 叫做八部浮屠吧 是从盘龙星上夺取到的 你居然把它和五行之地灵符融合 在里面开辟出了空间 甚至把血液之王 和这其中的血佛融合 化成一件既不保气 又不是盗气的法宝 威力虽然很强大 但却始终是个拼凑货色 除非你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才可以最终融合在一起 现在 却是万万不能 烟水一再次恢复了力量 天灾元神凝聚 阵途旋转 朝方寒猛地压制 而范清颖依旧不发出任何声音 只是一头青丝飞扬起来 根根青丝上面 都爆发出了一丝青色光气 然后凝结成心脏一般的雷球 好像是心雷 这心脏一般的雷球 咕咚 咕咚跳跃着 还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心脏 心雷正法 方寒一看 大吃一惊 他对于天地之间的雷法 知道得非常清楚 因为和方清学讨论过倒数 天地之间 最为凶猛的雷 就有虚空神雷大混沌 雷法心雷正法 其中 虚空神雷乃是长生秘境的强者 撕裂仙界大门的时候 仙界之中降落下来的神雷 从虚空中来 无影无踪 一阵之下 风白与这样的高手 都要生死到消 而大混沌雷法 则是远古神族 用来在虚无空间之中 开辟天地的雷法 而心雷正法 则是仙家道数 无上神通之一 随心而动 四面炸裂 生生不息 一旦被心雷困住 要脱身 那是难上加难 哄 密密麻麻的心脏 把方寒困在中央 然后一起爆炸 炸得方寒身体周围 全部都是粉碎的元气 金丹上面 居然产生了丝丝裂痕 破 方寒差点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没有办法了 给玲珑仙尊的那颗寿礼金丹 必须要爆炸了 只有爆炸金丹 我才能够获得一线生机 不过 还得要挨过半个时辰 等那还与福的力量散去 才能够爆炸金丹 脱身出去 方寒心中 暗暗发痕 心中几个毒计在运转着 你们这是找死 你们不要逼我 逼得我活起 老子豁出去 和你们同归于尽 你们真以为 我不敢自爆金丹吗 九十种神通修成的金丹 其中还蕴含了五帝大魔神通 有多么恐怖 你们应该知道 方寒心中 一面运转毒计 一面大吼道 果然 这一吼 眼水衣 范清颖都停顿了一下 方寒的金丹如果自爆 他们再厉害 也要万劫不复 九十种神通的大金丹自爆 威力有多么强大 只怕彼得上 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自爆了 方寒临死之前 完全可以把他们拉下水 哼 我有沧海神珠 在你自爆的一刻 我可以进入沧海神珠之中 最多 你把沧海神珠炸破 我回去重新炼制就是了 眼水一飘 荡出了一丝声音 别人怕金丹自爆 拥有盗气的人可不怕 就在他说不怕之间 一边凸声 刷 一股震天的压迫之力 从外面传达而来 顿时时空就开始混乱 大震破裂 方寒甚至可以看到 外面肉色的圆柱 一根根地崩溃 环与福 居然都被震破了 这是什么力量 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你们居然中途截杀来 给我送寿礼的人 太皇天也算计一个小辈 实在是太有识身份了 一个声音传达进来 玲珑仙尊 烟水一浑身一震 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在烟水一震惊的眼神之中 远处虚空之中 被无形的力量撕裂 一个美少年从其中走了出来 这个美少年 身穿锦衣华服 明显是女扮男装 但却自然有一股风韵 俊美风流 玉树临风 潇洒自在 往来诸天万见 弹指一挥之间 这个女扮男装的美少年 一走出来 就看向了方寒 对她微微一笑 这就是明镇诸天万见 先磨两道的玲珑仙尊 连太义门都奈何不得 自己开宗立派 立于不败之地的玲珑仙尊 方寒几乎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远处走过来的翩翩美少年 女扮男装的人 就是一大门派的掌教至尊 这和自己想象中的玲珑仙尊 简直产别太大了 在她的想象之中 这尊掌教先尊 眼前这个女扮男装美少年 破除了环宇福 凌波万仙宿女见证 如果不是这个先尊 举手投足之间 哪里有这么大的力量 不要怕 她只是一缕化身 玲珑仙尊的真身 在狱外星空深处的祖马叫做客 根本回不来 刚才她这一缕化身 破去了环宇福 消耗不少力量 我们不用怕她 烟水一立刻就看出了端倪 似乎是出来的时候 寿人指点过 震惊过后 镇定下来 天灾元神陡然压制过去 竟然对玲珑仙尊这尊化身动手 天灾元神 化身为无边节云 里面传达出来火山喷发 大地板块移动的声音 足可以伤害到长生秘境的高手 末日天灾 太一门无上神通 要十二大金丹高手 才可以联手施展 无数天魔王自爆都没有用 可见其威力 范清盈也一闪 剑尖上甩出了大混沌雷法 而她的头发上 再次爆出星雷正法 围困住方寒 同时她脑袋后面 一缕光圈飞了出来 居然也化为了一尊强大的天地法香 鬼魅一般地缠绕住方寒 不准她逃走 此女在开始的时候 居然保留了实力 她的实力还在方寒之上 全力施展 方寒要脱身 也得施展出浑身解数 淹水一 你不过是一缕水神元灵 就算你是真正的太古水神 也不过相当于长生 秘境七八重的力量 照样不是我的对手 我虽然是一缕化身 但也不是你所能够抗衡得了的 玲珑仙尊化身的这尊美少年 看到天灾元神压迫过来 身体的虚空陡然一阵闪烁 条条空间缝隙诞生 里面无比猛烈的时空风暴闪烁着 天灾元神冲击的力量 从她身边滚滚而过 但无论如何 都伤害不到她的本体 此时 这个女扮男装的美少年 就如一尊耸立在天地之间的神像 亿万年冲击 窥然不动 永生不灭 万劫不磨 玲珑大罗天 淹水一全身一震 沧海神珠旋转 凌波万仙宿女剑阵 朝她压制过去 同时 沧海神珠这件上品盗器之中 喷射出了千万水流 把天地之间变成了水的世界 沧海变化 水力聚集 无穷无尽 翻江倒海 玲珑 你和我都是太义门的弟子 我就不相信 你一缕化身的力量 能够抗衡得了我全部力量 加上沧海神珠 太皇天来 也奈何我不得 你米粒之珠 也放光滑 玲珑先尊的这缕化身 面色陡然一下变得威严起来 锦衣滑幅烈烈作响 也不见什么动作 周身空间自动变换 好像无比巨大的棋盘 依旧是玲珑大螺天的神通 那些水流 全部都被渗透到了空间缝隙之中 她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住她的脚步 水神降临 看到事情紧急 烟水亦突然咬破了舌尖 一口鲜血喷射在沧海神珠之上 沧海神珠一下扩大了十倍 天地之间 无穷的水源力蜂拥而至 甚至连方寒身体内的水黄刚气 都奔涌不止 要破体而出 被沧海神珠引动 烟水亦这一口鲜血 可是非同小可 里面蕴含了自己 一个甲子的寿命 苦修的元气 这是一门自残的大法 对付方寒他不可能施展出来 因为不值得 但是玲珑先尊就不同了 虽然是一缕化身 也了不得 整个九天刚风之中 水源力不要命地聚集起来 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中海洋 随后在海洋之中 出现了一尊水神 通体蔚蓝之色 手拿一个奇形骨铲 上半是人 下半身是蛇 长长的毛发 全部都是蔚蓝的颜色 高大百丈 宋里云层之中 睁开了茫然的眼睛 这居然是太古水神的形体 太古水神的形体 一下凝聚成形 压力再增十倍 方寒竭力运转五帝大魔神通 才定住了水黄气的涌动 这不是水黄刚气品质太差 而是他修为比较弱 境界比较低 无论他力量多么磅礴 但始终是金单净简 何为大罗 一切时空 永恒自在 视为大罗 何为惊仙 惊性不朽 万劫不魔 水神凝结 压力滔天 空中海洋出现 玲珑仙尊这尊化身 丝毫不畏惧 漫步上前 无论多么凶猛的水雷 水的奔涌之力 都对他没有一点作用 似乎他在另外一个平行空间 他漫步之间 走到哪里 哪里的水波就散去 刹那之间 空间在他脚下无限浓缩 世界在他的面前缩小 整个时空 都由他掌握 整个天地 都由他而变化 他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主宰 甚至 天空之上 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圆点 圆点之中 一座大门隐隐约约地显现着 似乎是推开了这个大门 就可以进入仙界 哗啦 大门突然微微地震动了一下 里面无穷的仙界元气 崩塌而下 直接落在了水神的头顶 高大百丈的水神 一下被打得崩溃 耗费了淹水 凝结成的水神居然直接被击溃 这玲珑仙尊有多么强大 不可思议如此 淹水一急忙后退 就要掠走 但是迟了 玲珑仙尊用手一指 在淹水一周围 又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棋盘 棋盘的纹理就是时空裂缝 把它狠狠地包裹住 破 所有的水源里都几乎是被震散 淹水一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散 玲珑仙尊再次用手一指 顿时那枚沧海神珠 又被棋盘包裹 时空切割的力量 把这枚神珠打得团团乱转 里面云水激荡 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吃 范清颖见识不妙 放弃方寒 一剑击出 到处都混沌雷法 乍向玲珑仙尊 威力比攻击方寒更大了许多 甚至那玲珑大罗天神通凝聚成的棋盘 都猛烈摇晃起来 混沌雷法 你还只炼出一层威力 炸不开时空 无法使得万物化为混沌 我就教你两招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混沌雷法 玲珑仙尊又是一指 顿时虚空裂缝中 飞出了足足十万道混沌雷球 反炸范清颖 直接就把这个盲女的雷法破开 轰击在她的身体上 范清颖身体一害 掌中一口箭挥舞 把自己包裹在其中 但是没有任何用处 直接被炸破 人道飞出去 盲掉的双眼之中 流淌出鲜血来 玲珑大罗 永恒镇压 玲珑仙尊击溃范清颖之后 反手一掌 直接把淹水溢压迫到了九天刚风下面 而那沧海神珠都被抓射起来 破 凌波万仙宿女阵 也被玲珑仙尊随手一雷轰破 数万口宝剑到处飞舞 那口到气壁血揉水剑 也被轰出了本体 一个绿色衣服的恶娜女子 慌慌张张 好机会 方寒终于脱困 把手猛招 八步浮屠飞了出去 直接镇压 里面的血色大佛 张开大手 就把这口飞剑抓在手里 不停跳动 风魔减兽 淹水一看到这一幕 刹那之间 就吞服下一颗丹药 法力暴涨 沧海神珠再次被引动 膨胀到极限 突然一下炸开 化为千万道水器符 每一道符都如龙蛇变换 全部收入了体内 天地水盾 此时 她毫不犹豫地盾走 玲珑仙尊手又一台 一股大力 轰击在虚空中 蹦 此女被生生震了出来 又喷一口鲜血 化在水云之中 速度加快了千百倍 竟然用上了雪盾 那范清颖也几个起落 比盐水一走得更要快 一时之间 漫天杀气全部消散 水云被刚风卷走 只剩下一座剑阵 数万口飞剑乱飞 盐水一走的时候 竟然没有来得及 把凌波万仙素女阵带走 现在 这数万口飞剑和阵图 也要自动飞走 但是哪里会让她如愿 玲珑仙尊一招手 玲珑大罗天的棋盘 就笼罩而下 把所有的飞剑 阵图都困在其中 一阵流转 变成了一张图画 那些飞剑 都在图画上面 竟然瞬息之间 就被炼化 玲珑仙尊 先浮涌响 兽与天奇 千秋万代 亘古不朽 方寒看见玲珑仙尊出手 就击溃了两大高手 催枯拉朽一般 心中震撼到了极点 定了定神 连忙上前参拜 大拍马屁 无须多礼 这不是我的真身 我的真身 在五千亿兆里外的 玉外星空深处 祖马轿中做客 感应到了 给我送礼的你有危险 于是拔了一根头发 赋予我千年修为 穿梭时空过来 你现在 看到我的形体 是我的一根头发所画 千年修为已经用完 也就要变成圆形 玲珑仙尊摆摆手 身体模糊起来 整个人元气稀薄 中间有一根长发青丝 什么 一根头发 都有这么大的能力 实在是太离谱了啊 方寒心脏都吓得缩了起来 他以为 这锦衣华府美少年 玲珑仙尊 是一尊厉害的化身 却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是一根头发所画 想一想 这玲珑仙尊 在几千亿兆里外的 什么祖马教做客 感应到玄黄大世界中 一件小事 拔根头发 上面凝聚千年修为 直接穿梭时空扔了过来 就把神通秘境第一高手 第二高手击退 这种手段是什么 无法形容 连方寒这种无法无天的人 都想象不出来 他也是见过不少大人物的 但是像玲珑仙尊 这么厉害的人 只怕封印的远古摩尊 神秘人 都要略微差一点点 当然 这些人不是被封印 就是被困 方寒也不知道 他们的真正实力是多少 此时此刻 方寒是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玲珑仙尊 以一人之力 支撑大教 抗衡太一门了 区区四千年 就修炼到这一地步 那带有多么厉害啊 岩 你见多识广 你看看玲珑仙尊 到底是什么修为 方寒心道 扑扑扑 在黄泉图之中的岩 也吓得浑身乱颤 太厉害了 太厉害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修炼到这一地步 一根头发 附着了千年修为 就可以击退两大强者 这已经接近黄泉大地了呀 难道 这玲珑仙尊 是长生秘境九重 十重的高手 真的到达了万劫不魔 与天地同寿的地步 玲珑仙尊 总共才四千年寿元 这一下损失千年修为 那也损失得挺大的 方寒心道 他虽然是四千年寿命 但修为到了他的这个境界 每天吞吐的仙界元气 相当于普通长生秘境的千倍以上 也就是说天行长老这样的高手 修炼一千天 才相当于他修炼一天积攒的元气 他说的千年修为 其实也就修炼一年积攒的元气精华 对他来说 九牛一毛 严还没有消除心中的惊恐 方寒看见严的这等动作 知道他是真正的害怕了 遇到了大人物 否则不会这样激动和恐惧 黄泉图 我当年听闻过这件法宝的名头 不过可惜的是 没有和黄泉大帝交过手 当日我修炼未成 而黄泉大帝乃是一代魔帝 撕裂仙界大门 可惜啊 也只有这等魔帝 才配和我交手 现在的魔帝 包括阴仙天再累 都修为浅薄 实在是令我失望 不过在你的身上 我倒是看到了黄泉大帝的影子 玲珑先尊西伯的影子 继续说着话 多谢先尊教会 方寒赶紧对这个锦衣华服的美少年道 毕恭毕敬 没有半点虚假 这是来自实力上的谦卑 对于这种存在 应该保持自己的谦卑 教会 玲珑先尊笑了起来 你杀了太一门的金丹小巨头 千里迢迢 把金丹献给我做受理 要是让人半路伤害了 那谁敢给我送这等大礼 不过 盐水一 范清颖这两人 倒还真是厉害 我还险些击退不了他们 如果有朝一日 他们踏入长生秘境 那实力十倍增强 我必须地动用另外的元神法身了 一根头发就不行 还请先尊指点我修为 方寒连忙道 遇到玲珑先尊这等存在 不让他指点修行 那是太失败了 你修行了我玲珑大罗天的神通 是火源在太原仙府之中困死 你得到了他的金丹吧 这也没有什么 你能够从太原仙府之中出来 就是有缘 我来日还要倚仗你的力量 借助太原仙府之中的 仙气玄聘之门 为我打开仙界之门做准备呢 现在指点你的修行 没有多少时间 等你来到我玲珑福地 那个时候 我的真身回来了 再为你详细说一下 玲珑大罗天 这门无上神通的奥妙 至于你修炼的五帝大魔神通 我并不指点你 不过 你的这件八部浮屠 本来是天龙异族的至宝 威力浩瀚 你居然借助五行之地灵符的力量 把它炼成了雏形 也颇为难得 玲珑先尊看了看方寒 对黄泉图并不感兴趣 倒是对八部浮屠有一些领悟 先尊 这五行之地灵符 到底是什么存在 我现在一直把握不准 而且在我修炼的时候 无意融入了这八部浮屠的法宝之中 我修为尚浅 不知道有什么变故 万一以后飞走 我前功尽弃 也颇为心痛 对于五行之地的灵符 方寒一直不知道是什么 说实在的 修炼八部浮屠这件法宝 一直是它最为迷糊的一件事情了 尤其是现在 把血液之王都融入了血佛之中 万一以后出现什么变故 损失一件到弃 那就亏大了 五行之地的灵符 我多少知道一点 是远古佛门最为神秘的六字真言符 此符上面的六个字 乃是天地未开 先天就存在的种子阴结 象征天地宇宙的所有加持之力 是加持法宝所用的 本来 远古的佛门大能 镇压了那个赤元摩尊 然后丢下这一道神符加持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这道神符 能够和五行之地 把赤元摩尊 和他麾下的八亿四千万天摩一起练化 变成一件惊天动地的法宝 却没有想到 赤元摩尊厉害非常 居然削弱了灵符的威力 逐渐地掌控五行之地 就要脱困而出 这道灵符 现在威力已经大减 以前的威力 足可以震死长生逆境的高手 玲珑仙尊 声音细如流水 详细为方寒讲解 甚至连那远古摩尊的名字都说了出来 显然是很熟悉一些太古往事 那要怎么办 方寒听得失色 也没有什么 这灵符是加持之力 也就是说 他贴到任何一件法宝之上 都会为法宝慢慢加持能力 你既然会佛门心法 以后就天天用佛门心法 祭练这道灵符 年生日久 这件法宝就逐渐的威力提升 八部浮屠 我看过一些太古老龙王 炼制了数万年 都没有能够成功 但是你有了这道神符 也许有朝一日 会最终炼制成功 玲珑仙尊道 你镇压了那口碧血柔水剑吗 此剑非同小可 乃是上古水神用碧血丹青 和水晶神音炼制而成的 养育了很多年 和你的雪苍穹两两双修 必定会威力大增 等你彻底降服了此剑 就可以放入八部浮屠之中 把那尊雪佛凝聚出来 最终把这八部浮屠 化为道气 那个时候 威力之大 难以想象 在这一番说话之间 玲珑仙尊的身体 渐渐吸薄起来 元气散去 那根青丝 向方寒飞了过来 缠绕在方寒的手指尖上 玲珑仙尊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达而来 这根头发 虽然千年修为已经用光 但却还有不可思议之能力 就缠绕在你的指尖 必要的时候 可以救你一命 好了 祖马叫黎玄黄大世界十分之远 以我的神通 也不可能长时间存在 你一路到玲珑福地 好自为之 随后 声音寂静 那张玲珑万仙素女见证 也飞了过来 落到方寒的手里 那个男扮女装锦衣华服的美少年 一代巨头 玲珑仙尊 消失得无影无踪 却深深地把烙印刻画在方寒的内心深处 世界上 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 我简直无法想象 什么事情 我也能够修炼到这样的境界啊 方寒看着之间的一缕青丝 久久不说话 你现在才经丹境界 长生秘境都还遥远 严当头泼了一下冷水 这位仙尊的修为 已经云体天道 接近和天地同寿的境界 黄泉大帝如果复活 都未必奈何得了他 除非是仙界之中的造化先王 才能够彻底毁灭掉他 长生秘境 没有错 我必须要提升境界 现在我才经丹境界 以为可以横扫天下 现在看来 还是境界太低 必须还要更进一步 才能够保存自己的性命 今天 我若是神通第八重 第九重 也许就能够从容而走 甚至彻底击败两人 方寒此时 心中有另外一番算计 方寒 这次我们收获也字不小 居然镇压了一剑道气 碧血柔水剑 而且还得到了这张镇图 数万口飞剑宝贝 凌波万仙宿女剑阵 可是太古剑阵之一 言心情舒服了起来 算了 这道剑阵 肯定要送给玲珑福帝女弟子的 玲珑先尊这么给我 我不可能独吞 自然还是要送出去 赚个人情罢了 要是这么不懂趣味 也让这玲珑先尊看清了 方寒心中明白 咱们走吧 此地不可久留 幸亏星云宝宝没有 受到什么损伤 星云宝宝在这一场打斗之中 早就躲藏到了日月五星卓身处 然后再进入黄泉图中 双重保护 倒没有什么伤害 在这种情况的争斗下 近乎于长生秘境的战斗 也只有躲藏 帮忙也是帮倒忙 真是厉害 星云宝宝爬了出来 大头乱摆动 差点就死了 那玲珑先尊 比我爸妈加起来还要厉害 玲珑先尊以一人之力 独扛太义门 他的门派之中 可没有什么太上长老 要是没有这么厉害 早就被人灭门了 方寒点点头 他的确是比你爹爹心 主要厉害几个层次 咱们走吧 我想去看看 他的真身到底厉害到了什么样子 他在祖马教中做客 祖马教是什么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星云宝宝疑惑道 我也不知道祖马教是什么 估计也是预外星空中 一个神秘强大的门派吧 类似于无极星宫 方寒摇摇头 玄黄大世界之中的势力 就够多了 但是天地宇宙之中 修饰如天河沙术 无穷无尽 有朝一日 我修炼到了长生秘境 仓物虚空的程度 能够撕裂虚空 进行空间穿梭 就会离开玄黄大世界 到广阔的星空之中 去游历一番 什么佛门 神族 天魔 天龙 各种神兽 妖怪 生灵都要亲眼看见 走吧 先去大玄帝国 找上夷亲王 赶快去玲珑府的拜兽比较好 言道 到了玲珑府地 玲珑先尊的真身 也就回来了 到时候他指点你的修为 你说不定 就可以度过烽火大劫 然后宁炼天地法香 金丹是一个门槛 跨过之后 修为会精进的 方寒也不说话 向大玄帝国飞去 以他现在的速度 修炼成金丹以来 已经到达了千倍因素 而且 无声无息穿梭 不一会儿 就到达了大玄帝国的 都城玄皇城 向怡亲王府落去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 方寒横扫神通秘境的心思 稍微收敛了一些 那范青引淹水 一两大高手的神通 盗气 都令得他顾及万分 还好的是 得到了玲珑先尊帮助 击退敌人 解救自己一命 要不然 方寒真的要自报金丹 和人同归于尽了 华天都和淹水一的 修为相差不大 如果我现在 和华天都动手 彻底杀死他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如果在最后关头 自报元神 也要拉扯我下水 可以和我同归于尽 经过这一场战斗 方寒把以前 心中的一些推断 渐渐完善 也找到了一些 怎么样杀死华天都 又不被对方反扑的法门 否则的话 凭借自己现在的修为 纵然能够击败对方 被对方拼死反击 身受重伤 失去肉身什么的 永远不能修炼到长生秘境 那损失也太大 不值得 要彻底杀死华天都 让对方毫无反扑的机会 境界必须得还要提升 再提升 最起码和华天都 同一个境界 都是神通实众 逆天改命 他自己修为的缺陷 也动若观火 90种神通的金丹威力 虽然大 直接顺杀同境界的高手 但因为他境界太低 催动起来 法力悠长不够 要不是世界之术支撑 催动一两下 就会法力耗尽 如果修炼到了神通实众 实海扩大 积攒下更为雄浑的法力 那气息悠长 不用世界之术 都能够长久战斗下去 那个时候 那就真正的天敌之大 纵横往来了 他现在的法力 接近一亿列马奔腾之力 但是 这是爆发力 是极限力量 要再进一步 扩大这种极限力量 那是不可能了 除非突破到长生秘境 神通秘境的极限 方寒在这次战斗之中 看出来了 爆发之法力 始终不能突破异 甚至催动上品到弃的威力 也不能过异 寿命不能过万岁 法力不能过异 这就是神通秘境的极限 唯一的区别就是 谁能够持久一些 法力悠长一些 能够更长时间的爆发 方寒这次战斗 最厉害的手段 都是压缩金丹 然后骤然膨胀 达到一亿列马奔腾之力 不过他只使用了两次 法力就接济不上来 否则的话 多施展几次 早就突破重围 潇洒而走了 连续施展两次 已经是极限 如果他修炼到了 神通秘境时重 时海扩大 容纳更多的法力 甚至瞬间把天地法香压缩 膨胀 再压缩 再膨胀 九十种神通连续运转 刹那之间施展数十次 次次都是一亿列马奔腾之力 那谁都招架不下来 那个时候 只怕华天都一见面 就被震得吐血 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 修炼到了那个程度 也不需要什么法宝了 金丹蜕变成的天地法香 就是最为强大的法宝 神通九重的天地法香 又比金丹宁炼得多 爆发起来更加熟练 想到这里 方寒对于自己提升境界的愿望 更加强烈了 一扫金丹修成的心灵浮躁 在金丹修成之后 自以为是神通秘境第一人 可以纵横天地 但是今天的战斗 无论是烟水溢 还是范青影 都给他用生动的事实上了一刻 让他吸取道教训 明白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时时刻刻 小心提防 修为永远不够的道理 找到怡亲王 倒也不费什么事情 这位二十四亲王 正在府邸之中等着他呢 一看到方寒降临 顿时大喜 方寒 我在这里日盼夜盼 终于等到你的踪影了 一些去玲珑福地的礼物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约是价值两三亿丹药的 飞剑法宝 你带了些什么 我知道你能够日进斗金 咱们又在盘龙心上 得到了不少好处 你能否借我五亿丹药 咱们到天道阁中 去买一些宝贝 这次送礼 就送得震撼一点 我可是听说 许多门派的高手 都送礼去了 你现在的名头响亮 送得比别人少了 那可就寒沉了 怡亲王在王府的宝库之中 让小月真人等一大批招揽的 散修清典礼物 各种低级的法符 如疾风符 锐金符 铁甲符 是给肉身镜弟子试用的 大量的灵气飞剑 还有一些下瓶宝器 丹药 琳琅满目 足足装了数百个法宝囊 方寒听到这里 心中颇有几分苦笑 他现在哪里还能够日进斗金 世界之术的仙界元器 都不够用了 恨不得再多一倍才好 而身上的宝贝 清洁溜溜 一卷灵波万仙宿女见证 还是玲珑仙尊收取的 拿出去送礼显摆 这种事情还是做不出来 不过在怡亲王面前 他自然要装出一副 财大气粗的模样 这个不在话下 包在我的身上 既然你早要安排 我就放心了 怡亲王对方寒道十分放心 毕竟对方的实力太强大了 突然 他看着方寒的眼神凝重了一些 似乎是在咀嚼气息 突然全身猛烈一阵 我修成了金丹 方寒稍微释放了一下 自己金丹的气息 而且是九十种神通的金丹 我现在已经炼化了 鬼地的九鬼元神 横扫神通秘境的绝顶高手 不在话下 就算是长生后部榜上的第一 第二一起上 也杀不死我 扑通 扑通 不光是怡亲王 连小月真人 仙姬真人 梁山真人 西华真人 这些散修门派的掌门 都跪了下去 整个人好像乌龟一般的匍匐在地面 他们受不了方寒金丹 强大的压力 不但是肉体上 心灵上彻底的沉浮了 方寒知道 此时此刻 自己算是真正收服了 这些散修门派的掌门 方寒把自己金丹气息收回了体内 这些散修才如释重负 喘息一刻 才回过神来 看着方寒眼神里面 多了许多恐惧的神色 九十种神通 九十种神通的金丹啊 万古以来 有几人能够修成 你居然修成了金丹 而且 是九十种神通的本命金丹 哈哈 长生秘境之下 你的确是第一号人物了 按照实力排名 长生后补榜单上 你排第一了 怡亲王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震荡的房屋都动摇起来 爆 四皇子 怡亲王来到 就在这时 突然几个肉身进十虫 神变境界的护卫 飞快地跑了进来 什么 四哥来了 他在盘龙兴 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听说他最近招揽到了不少高手 难道这次 他也想给玲珑仙尊去送寿礼 怡亲王一愣 看着方寒 走 咱们出巡见 方寒变成了夺命书生 依旧是黄泉图的转世投胎诀 现在黄泉图打开了奈何之桥 就算是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也无法查看到方寒的真实面孔了 一走出王府大门 方寒就看到 果然是四皇子 一亲王 还有十三皇子 战亲王 到达门口 而他们身后 站立着几个气息强大的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 穿着鬼秘 似乎散修 又好像魔道高手 但却没有一丝的魔气 他们体内 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一股高高在上 永远看不起任何生灵 要奴役任何生灵的气息 无论是魔 还是仙 还是妖 统统都比他们要低级一等 方寒对于这种眼神 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他眉心的世界之术 剧烈地震动着 因为这些黑衣人 是神族 强大的神族 而且 这几个黑衣人 比起幻灵 幻真神君要强大许多 似乎是相当于 道门金丹高手之上的神王 神王 居然是神族的神王 他们要干什么 神族想渗透 进入大玄帝国吗 神族虽然是个宝贝仓库 不过神王级别的高手 非常不好杀 说不定他们背后有神皇 神族 神君就相当于 天人静的高手 而神王相当于 金丹之上的高手 各神王 如果全部都是 普通金丹的话 我倒是能够全部杀死 但是这几个神王 深不可测 方寒看到这几个神王 心中开水一般沸腾 神族之中 神君就相当于 神通秘境五重 六重的高手 神王 则就是神通秘境七重金丹 八重 九重 十重 都可以称呼为王 而神皇 则就是长生秘境的 万古巨头了 威力无边 这些神王 表面上看样子 都很平常 好像小月真人先机 真人吸华真人 那一批散修 如果用普通的倒数 去探测 他们都是神通三重 五重的人物 但是方寒 却用世界之术 可以感应得出来 这几个都是神王 尤其是有两头神王 目光闪烁之间 冷光传达出 毫无人性的绝望 也不知道 修为多么高深 这些神族的神之力 和一般修士的 刚气不相同 威力也比一般的修士 厉害得多 四哥 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吹来了 怡亲王倒是不知道 这些神族的来历 以为是怡亲王 招揽到的普通散修 他有了方寒作为后盾 现在真的是除了 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一律不放在 眼睛角落里面 二十四弟 你不是早计算着 给玲珑仙尊祝寿吗 我自然也要去 咱们一起路上 也好有个照应 还有 你招揽的这位修士 夺命书生 居然能够在盘龙心上 和华天都 抢夺到法宝 有他的辅助 定然能够事业大成 怡亲王看了看方寒 似笑非笑 也不知道 此刻这个深沉的皇子 在想些什么 哦 夺命书生 居然能够从华天都手中 抢夺到法宝 就在这时 怡亲王身后的一个黑衣人 站了出来 用冷白的眼神 上下打量方寒 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那眼神冰冷 毫无人性 可以把任何人的生死轮回 都看穿 这位是 方寒摇了一下手中的扇子 轻描淡写地道 不知道一亲王 从哪里招揽到的伞修 这是帝氏山的修士 大夏先生 十三皇子站亲王介绍道 他曾经败在方寒手里 对于方寒的法力十分佩服 帝氏山 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方寒轻微一笑 海外伞修门派而已 薄名不入法尔 大夏先生 这个黑衣神族的神秘神王 盯了方寒好一会儿 才慢吞吞地道 夺命书生 夺命书生 这个名字 夺人性命 可惜太霸道了 万一被人夺走了性命 那也就印在这个名字上面 是吗 我纵横天下 无数个年月 只有我夺人性命 从来没有过 别人可以夺走我的性命 我倒是想看一看 有谁能够 取走我的命去 方寒趴地把扇子一收 拍打着手心 果然好好气 玲珑福地 传闻在遥远的海外 海上凶险无比 似是大道凶悍无比 夺命书生你 既然有这样的法力 那我们想必毫无惊险了 又一个黑衣人走了上来 在下地势山大和先生 方寒心中黑黑冷笑 这大夏先生大和先生 是这几大神王之中 最为深不可测的存在 是这批人的首领 不过真正的实力 还要交手才能够估计得出来 因为神族和修士不同 而且还不知道这些人身上 有些什么法宝 上次几个神军 身体内储存的宝贝 都相当于一个宝库 现在这几大神王 不知道身上蕴藏了多少宝贝 但是方寒明显不能轻易出手 当下 战亲王一一为方寒 介绍了这来自地势山的修士 除了先前两个大夏先生 大和先生之外 还有足足五个修士 在场的 一共七个 七大神王 方寒眉心的世界之术 疯狂地涌动着 要不是方寒竭力压制 很可能就会爆发出气息 来吞噬这七大神王 世界之术 是神族的克星 要不然 太古亿万年前的神族大能 也不会砍断它 不过 方寒在没有摸清楚底细之前 不会轻易对这群神王出手 但是这群神王 却似乎是对方寒有了几分杀心 看着他的眼神 就好像是看着戴宰的猪狗 这几个神王 想打我的主意 也许是要接近四皇子 取得此人的信任 杀了我得到投名状 不过谁杀谁还说不一定 且先一起上路 路上再说 方寒当下 扇子一挥 既然准备妥当 那咱们就启程上路 玲珑先尊的四十大寿 只有十天不到的时间 稍微拖延 就延误了 说的也是 二十四点 咱们走吧 一亲王深深地看着方寒 势不宜迟 好吧 当下 一亲王和方寒腾身而起 飞升到天空 四皇子和十三皇子 七大神王也都飞了起来 两方的法力 连接成一道神红 向海外飞了过去 海外 波涛滚滚 一望无际 蓝天白云 长津西水 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妖魔鬼怪 修道中人 势力最大的万规先倒不说 就连方清雪开辟的雷地洞府 也在其中 方寒飞到了茫茫大海之上 突然想起雷地洞府 不知道经营得怎么样了 大海难度 不知道多少里 就算是神通五重天人静的修饰 都不可能一下飞过 得要寻找一些岛屿 中途休息 不过现在这些人 都是法力高深 财力丰富之辈 法经玉石 不要钱的汲取 倒是用不着休息 正在飞行之间 突然大夏先生对方 寒音声英气地开口了 夺命书生 你的修为隐藏得很好 我们居然都看不穿 不知道你是修炼到了金丹静俭 还是八重 九重 甚至十重 你身上隐藏气息 改变形体的那件法宝 很是神奇啊 方寒心中一惊 他没有想到 这大夏先生 居然能够猜测得到 自己的黄泉图 转世投胎局的妙用 我身上隐藏气息的法宝 非常之多 倒是不知道大夏先生 你说的哪一件 嘿嘿 大夏先生阴冷地笑了两下 突然眼神一变 指向前方 天魔 诸位小心 怡亲王吃了一惊 果然就看到前方 阴风阵阵 整个海平面上 都变成了惨淡的颜色 无数鬼哭狼嚎之声 从远处传达而来 乌云四马一般的奔腾 不知道有多少无形的天魔 化成扭曲的形体 飞舞而来 方寒甚至看到 每一万头天魔 都有一头魔王级的高手在统领 指挥 把这些天魔 完全凝聚成一股 一眼望去 不知道有多少对天魔 似乎是魔族大军降临人间 要征服天地 尽管方寒看过无数的天魔 天魔战场血肉泥潭水谷天魔的 十万大军 但是看到 眼前这些多天魔 仍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的天魔大军 一望无牙 延伸到远处虚空之中 怎么海上会有这么多的天魔 莫非 是这几个神族的神王弄鬼 要知道 天魔曾经是神族 制造出来的战争傀儡 虽然后来叛变 但是现在神族 还是能够制造天魔 为自己所用 方寒急忙用神殿扫射周围的 七大神王 大夏先生只是身体一收 居然和方寒分开 这是天魔大军 咱们各自杀出重围 再行会合 说话之间 七大神王 一亲王 十三皇子 占亲王同时发力 向远处飞去 就在这一飞之间 黑压压的天魔大军 已经压迫了过来 最先的是 一头手拿方天化戟 身穿黑魔铠甲的魔王 看样子 竟然是修炼出了真气 到达神通秘境第二重的高手 当然 这样的魔王 根本不值得一提 方寒弹指之间 可以杀死一百个 但是 四面八方 这样的魔王 居然不下于数百头 天魔王都率领了万头强大的天魔 凝聚成阵法 相互之间的魔器 连接成一体 相互循环 方寒用眼去看 这些密密麻麻的天魔 天魔王 居然组成了一座庞大无比 笼罩方圆千里海面 大巨大魔阵 吧 方寒首先 守护住身体 然后猛一弹指 一点斗大的星光 朝最先的魔王射了过去 这是星沙炼雷刚的神通 那魔王喋喋一笑 用方天化戟一挑 直接挑在了这点星光之上 突然星光一爆 散成了千万星沙 每一颗星沙都是神雷 炸在了天魔群之中 一阵雷暴到处响彻 但是突然天魔大阵之中 传达出了一股滔天魔气 直接淹没了这星沙雷刚 果然是一座魔阵 方寒心中一领 他施展的这星沙炼雷刚 虽然只有他数百分之一的力量 但是也足可以杀死一大片的天魔 现在 居然一头都没有杀死 此时 在这座魔阵之上 大夏先生大和先生一亲王 十三皇战亲王 还有五个神族神王 却安安稳稳地站在云端 看着下面的魔阵 大夏先生 你说这座魔阵 真的能够困得住夺命书生 战亲王道 当然 这座恨天魔阵 是由三百六十万天魔 三百六十头魔王组成的大阵 一困在其中 不是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都得要脱一层皮 乃是我帝氏山至宝 恨天罗盘之中 豢养的一部分天魔 早早埋伏在这里 为四王爷除掉夺命书生 大夏先生眼睛中绿光闪烁 这下 四王爷 十三王爷知道我们的实力了吧 夺命书生 这个修士身份十分神秘 我一直在怀疑 他是另外一个人 不过不敢确定 这次抓到这个机会 把此人除掉 或者是抓捕秦拿 或是他投靠我 否则的话 二十四帝有此人助力 对我威胁不小 不过诸位还是要小心他的神通 此人可小瞧不得 一招就可以把青阳老祖毁灭 四皇子一亲王 左手指向下面 似乎并不放心 天魔大阵能够困住对方 青阳老祖 那种废物 还称呼得上老祖 一个神王不屑的道 我们第十三的人出手 随便一个都可以把他杀死十次 除了长生秘境的万古巨头 还有那长生后补榜单上的前十 一些修行身后 拥有道气的人 我们说实在的 还真不放在眼里 这话说得不错 大和先生点点头 就算此人厉害 但也不会是万古巨头 况且这恨天魔阵 三百六十万天魔 三百六十头天魔王 不过是用来消耗他的法力 就算他破阵而出 法力也会消耗不少 到时候我随便出手 就可以直接把他镇压的 永世不能翻身 几位先生 出手就能够摆设出 恨天魔阵这样的天魔大阵 换养如此数量多的天魔 实在是令得我叹为观止 我听说过 群星门第一的真传弟子 心灭邪得到了一件上古佛门至宝 燃灯古佛伞 其中换养了五百万天魔 被这件佛宝度化 每天祈祷 能够源源不断地 为他提供纯净的愿力 不知道比起 大夏先生口中的 恨天罗盘怎么样 四皇子一亲王 看着下面魔阵之中 魔气滚滚 而夺命书生在其中 用一团星光守护住自己 看不到他在里面 到底在施展什么神通 不过看样子 颇为艰难 燃灯古佛伞 这是一件中品道器 乃是佛门无上神通 大普度禅光炼制而成 度化天魔 威力非同小可 不过 那件中品道器 只能度化神通五重 天人静以下的魔王 而我第十三的恨天罗盘 却能够降服神通五重 六重的强者 除非修成了天魔金丹 否则修想脱离 恨天罗盘的束缚 只是乃是一件上品道器 大和先生也望向了魔阵之中 随口道 这夺命书生 不是修炼的魔门神通 而是正宗的星辰之力 不过看来 他破不了这恨天魔阵 上品道器 第十三是什么来头 十三皇子战亲王心中一阵 用精神和四皇子一亲王交流着 四哥 我总感觉 这几个道人非常神秘 在两个月前找上门来 突然投靠 居然可以除掉夺命书生 还能够指挥这么多的天魔 三百六十万天魔还罢了 三百六十头天魔王 居然都能够指挥 一头天魔王 可是相当于神通秘境的高手 就连一般大门派的真传弟子 都没有这么多吧 虽然天魔这个种族 比人类多千百一倍 但能够降服这么多天魔王的人物 已经是万古巨头的手段了 还有 上品道器是什么概念 我们大选帝国的皇室 而我们却连一见到器都没有 这些人 我怀疑是域外太空的修饰 地势山也肯定是域外太空之中 一个神秘强大的门派 丝毫不再先到石门之下 要不然 不可能拥有上品道器 一亲王用神念分析道 来到玄黄大世界之中 必然有所图谋 不过我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 我看那夺命书生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恨天魔阵虽然厉害 但困不住他 我们可以坐看他们两败俱伤 的确是这样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看出这七个地势山的修饰 和夺命书生的真正底细 十三皇子战亲王道 方寒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在海上 遇到这么多的天魔 海上要是有这么一股天魔 早就被万归仙岛和散修门派铲除了 这里 起码有数百万天魔 数百头天魔王啊 一亲王 此时被方寒笼罩在了一片星辰光圈之中 而方寒手指连弹 许多星光化成了炼星斩魔刀 到处飞舞 硬斩阵中诸多天魔王 他就施展了两门星辰神通 就保护住自己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这些天魔 都是一亲王招揽的那几个大夏先生 大和先生布置下来的 要害死我们 当然 不至于害死你 却可以害死我 方寒心中盘散了很多计划 一亲王浑身一震 不可能吧 那几个什么地势山的修饰 修为一个金丹都没有 哪里有这么厉害能力 这是他们隐藏的修为 这些人的修为 个个都比青阳老祖要厉害十倍 甚至比得上太一门的千古巨头金丹弟子 那大和 大伤两个人 甚至有可能比黑游王还要厉害 怎么可能 哪个散修门派 有这样的势力 他们不是散修门派 他们是一种可怕的存在 我之所以不动手 就是不想鸡飞蛋打 这些人 如果跑掉一个 让他们背后可怕的存在 注意到我们 那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方寒还是慢吞吞地发出 练星斩魔刀巨星练神器 两种星辰神通 一个四面斩杀 一个守护神通 这些天魔王虽然厉害 但一时之间 也无法攻击伤害到他 现在他修成了金丹 这两门星辰神通 施展得出神入化 如火纯青 随意挥洒 比起群星门的真传弟子 都要厉害得多 他是先琢磨一下情况 并不想轻举妄动 此人在阵中 足足困了半个时辰 居然没有一点法力消耗的迹象 这样消耗下去 只怕夜长梦多 万一让什么正教修士来到 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看见被围困在魔阵中央的夺命书生 还在发出星光 只是稍微暗淡了一番 一个神王咒了咒没有 也好 我们七人 联手浪费一些元气 催化天魔吧 把这座恨天大阵的威力 催一发十倍 看他支持不支持地下去 大和先生挥挥手 好 另外六个神王 一起答应 嘴里念动了一连窜神秘咒语 脸色一阵 红一针青绿 突然张口 喷出了一股诡秘的元气 这股元气 不属于任何钢气 也不属于任何晶圆 完全没有丝毫的温和 而是冰冷 诡异 至高无上 带着统治者的尊贵气息 这是神族的神之血缘 如果是一头天魔 稍微汲取到了这种神之血缘 就能够实力大增 就好像修士吃了蜂魔减兽丹一样 天魔一族 就是神族制造出来的 当时制造天魔的强者 本来就仿造了神族的血统 不过天魔和神族相比 始终有缺憾 如果能够汲取到神之血缘 就能够弥补血缘 力量增强十倍 甚至数十倍 破 一团神之血缘 化为无数物器 进入了360万天魔 组成的恨天魔阵之中 咕咕 咕咕 顿时 所有的天魔 好像冲了气的蛤蟆一样 鼓胀起来 一些强大的天魔 甚至开始了蜕变 本来无形无质的身体 居然长出了鳞片 有的甚至长出几只手 几个头 又进化为魔王的趋势 恨天魔阵的威力 陡然扩大 竟然形成了一个磨盘 360头魔王 各自带领一万天魔 疯狂旋转起来 带起了阴风鬼嚎 要把方寒彻底搅碎 一股股的魔气 冲天起 而方圆千里的海域 所有的生灵 鱼虾 海蛇 海龟 甚至在深海之中的水母 都被卷了起来 鲜血融入魔阵之中 刹那之间 方圆千里的海域 成了一个修罗图场 这魔阵 好大的威力 这些人的元气 居然可以 使得天魔这么蜕变 到底是什么东西 十三皇子 战亲王打了一个寒战 以他金丹高手的实力 都感觉到身体蠢蠢欲动 要卷入魔阵之中 我被困入这魔阵之中 也恐怕会死 四皇子一亲王 拳头暗中紧紧握了一下 瞧瞧祭出无形剑 守护住身体 突然叫道 那夺命书生 终于要支持不住了 他话音还没有落 阵中的方寒 已经察觉到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七头神王 喷出自己的元气 催化天魔就来不及逃走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他凝聚法力 突然把自己的本命金丹祭出 再次一阵浓缩 突然千百倍的膨胀 轰隆隆 轰隆隆 好像天上 千百星辰同时爆炸 整个恨天魔阵 被炸得支离破碎 方寒身体升腾而起 一个又一个黑洞 出现在身体周围 是大吞噬术 无数天魔王 天魔都被吞噬了进去 与此同时 他的脚下 出现了一座奈何之桥 还有一个又一个的阿鼻之门 不停地打开 他金丹 足足房屋大小 悬浮在天空 把烈日光辉都掩盖住 金丹 蕴含了九十种神通的金丹 在方寒自身法力 和浩瀚的仙界元气 狂妄催动之下 如掌握太阳的神灵 降临到人间 几乎是可以灭杀一切邪魔 长生秘境以下的存在 就算是范青隐 淹水仪这等存在 再没有盗气护身的情况下 也得退避三射 逃得稍微慢一些 就要受到伤害 这次 神秘的七大神王 居然敢暗算他 正是给了他最好的机会 杀掉这批人 不断可以得到 七枚强大的神通果 也可以得到无数的法宝 那这次到玲珑福地区败兽 就真正地抖起来 充当大款 一个又一个的阿鼻之门 喷射出滔天魔器 凡是沾染到魔器的天魔 天魔王都失去了 任何行动的能力 被大吞噬术吞了进去 然后被转移到了 八部浮屠的宝塔空间之中 八部浮屠 现在里面已经开辟出了空间 可以容纳很多天魔 本来 这件法宝在炼制成之后 里面就要收纳无穷的生灵 然后用沉中木骨使其降服 产生虔诚的信仰 时时刻刻祈祷 产生愿力来淬炼八部浮屠 在《天龙秘籍》的记载之中 八部浮屠真正祭炼成功 是在里面开辟出三千小世界 每个小世界中 八亿四千万生灵 共同祈祷万年 产生的愿力和塔身结合 就可以使得这件法宝 变化成为仙器 不过把在场的天魔 天魔王全部收去了 安放在塔身之中 也可以提升八部浮屠的威力 降服天魔 对于一般的修道人很难 但是对于拥有 黄泉圣水阿鼻之门 大普渡长光木骨尘中 这些东西的存在 驯化天魔 使其转暴力为虔诚 并不是什么难事 瞬息之间 足足有上百万的天魔 两百头天魔王 被收入了八部浮屠之中 整个宝塔形状的浮屠 忽然从方寒的身体中飞了出来 暴涨千百倍 依旧化成了当初的那座 雪龙巾山峰大小 在血色山峰顶上 一尊血色大佛 双手和十 坐在血色连台之上 不停地吟唱着六字真言 如牛吼 如虎豪 如龙吟 发人身形 而木骨 沉中 也在剧烈响彻 那些被拉扯进了八部浮屠的天魔 天魔王 本身就沾染了阿鼻魔器 如此如醉 脸上显现出痛苦 根本没有办法施展天魔解体 大法自暴 现在被这些佛门缠唱一入耳 立刻就洗涤全身 朝着血色大佛跪拜了下去 血色大佛 是方寒的模样 也是血液之王的模样 此时 在他的身下 还镇压着一口碧绿的宝剑 上面一个绿衣恶娄少女 咬牙切齿地痛骂 但是没有一点作用 这是碧血柔水剑的本体和园灵 血液之王 只要能够真正降服这口宝剑 两两融为一体 立刻品质和力量都会暴涨 蜕变为中品稻气 比燃灯古佛伞都要厉害得多 但是 一口道气级别的飞剑 何等神妙 不可能轻易被炼化 就算是方寒出手 也恐怕得要花费数年时间 现在方寒早就把这口宝剑 送入八部浮屠之中 让血液之王去 耗费力量 现在血液之王 也可谓是八部浮屠的气灵 他越强大 八部浮屠也就越厉害 百万天魔 两百头天魔王 一下进入了八部浮屠的空间之中 被直接驯化 前程归一 顿时个个都膜拜起来 瞬息之间 就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怨力 加持在血液之王的身体上 血液之王的身体 再度膨胀 越发地清晰起来 他身上的血光 也逐渐沾染上了淡金的颜色 脑袋后面 隐隐约约有光圈出现 舒服得他嘎嘎嘎地大叫 而那口碧血揉水溅的气灵 脸上显现出绝望的神情来 好强大的怨力 这些天魔 比起燃灯古佛闪豪养的天魔 产生的怨力 几乎是要大十倍 怎么会这样 是了 是这些天魔 沾染了神族血脉所化的元气 弥补了血统的缺陷 所以强大了无数倍 它们的怨力 也自然就强了 生灵越强大 产生的怨力就越强大 如果谁能够降服一个 长生逆境的万古巨头 虔诚归一 那这个万古巨头 祈祷产生的怨力不可思议 不过这等于是痴人说梦 万古巨头 都是有强烈自我存在的超级大能 怎么可能诚心归一 镇压它们可以 要使得它们心中都诚恳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方寒刹那之间 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破 它又喷出了一口气 这口气 点点金光 是它最近苦修的大普度长光元气 一下喷到了八部浮屠之中 立刻 五行之地 灵符强烈闪烁起来 八部浮屠之中的沉中 木骨 声音几乎是震撼天际 立刻之间 剩余的天魔 全部都停顿住了 这一下 大吞噬术的威力更大了 只一个鼓障 浓缩 就把剩余的两百多万天魔 一百多头天魔王 全部吞噬了进去 输送进了八部浮屠的空间之中 几乎是两三个呼吸 就两三个呼吸的时间 方寒阵破大阵 飞出金丹 上面大吞噬术横扫吞噬 三百六十万天魔 三百六十头强大的天魔王 全部被吞噬 进入了八部浮屠之中 瞬间皈依 而方寒的金丹 则是泰山压顶一般 朝大夏先生 大和先生 七头神王压迫过去 自从和烟水 一范轻盈战斗之后 九死一生 得到极其强大的经验 方寒也就领悟出了 许多金丹妙用 现在这一压迫 一股气场铺天盖地 如弹壳形天幕 把七头神王 一亲王 十三皇战亲王 全部笼罩住 令得他们逃无可逃 怎么会这样 大和先生 喷出自己的本命神之血缘 喂养天魔 增强恨天魔阵的威力 却没有想到 瞬息之间 瘟中之鳖 居然变成了一头狂猛烈龙 没有错 方寒本来是瘟中之鳖 突然爆发 直接就成为了狂暴孽龙 炸破大阵 收取掉所有天魔 反杀敌人 九十种神通的金丹 悬浮在他们头顶 气场压迫下来 扭曲 挤压 膨胀 他现 瞬间就让他们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不好 一亲王是清醒得最快的 他早就用无形剑阵 守护住了自己的身体 现在见势不妙 风吹草动 突然化为一道无形的流光 带着十三皇子战亲王 直接逃走 在方寒金丹的笼罩之下 谁能逃走 失了 一只硕大的笼罩 抓在了虚空处 把一团扭曲的空气 直接抓住 吐气开生 阿鼻之门 就把一亲王吞噬了进去 这是言出手了 这两个皇子 不得不把其禁锢起来 免得被杀了 惹下麻烦 当然方寒禁锢了他们 肯定不会轻易地把他们放走 等收拾掉了七头神王再说 此人如此厉害 大河神王 大下神王等七大神王 都大吃一惊 竭力保护住自己的形体 身体之中 一道道的宝光飞舞了出来 竟然全部都是强大的法宝 尤其是大河神王 大下神王 两人的身边 一个寄出了一尊日光式的刀轮 金光四射 电闪飘舞 高速旋转之间 刀芒吞吐 千丈万丈 把虚空都切割得条条都裂开来 而大河神王 则是寄出了一尊月轮式的刀轮 月牙形状 同样旋转 刀器 电光 金光 纵横千百丈 和日轮刀光合二为一 威力其大 硬汉方寒的竟然 瞬息之间 两大强大的法宝 硬生生砍杀在方寒金丹光芒之上 居然把金丹砍杀得低溜溜地旋转 一枚金丹 两大法宝 硬碰硬 爆出了惊天动地的火花 火星就好像是天地之间的流星雨 万花筒 到处建设 几乎是漫天火雨 好家伙 居然是两剑刀器 而且是一日 一月 似乎是传说中的日月金轮 双轮合璧 天下无敌 方寒一眼就看出来 大河神王 大下神王 适用的居然是两剑刀器 而且 这两剑刀器 是双轮合璧的那种 在天龙秘籍炼奇策中记载了的 叫做日月金轮 双轮合璧 就好像是魔刀血苍穹 和碧血揉水剑双修之后 提升的威力 两剑刀器 日金轮 月金轮 竟然都是中品盗器 法力无边 神通广大 方寒甚至看到 在两轮之中 一尊全身金色衣服 高傲无比 宛如九天神灵的男子 和一个冷峻无比 月华一般清冷的女子 这显然就是两大盗器的气灵 中品盗器的威力 简直是可以镇压一方 看群星门 一个堂堂的大门派 先到石门的巨头 中品盗器 就只有心灭携手中有一剑 而且还是佛门至宝 是他奇遇得到的 可以见得 中品盗器是如何的难以炼制 两剑中品盗器 展现出了神族神王 无比奢华的威能 方寒本以为 可以一下就把七大神王镇压 现在看来 对方寄出了两剑中品盗器之后 形势很可能就会逆转